师尊佛安 九劫佛风假如做得很快 是否会影响气脉及经络 九劫佛风我不是教大家吗 要细 要慢 要长 你不要做得那么快 为什么你要做那么快 因为你要观想得清楚 你要做得很细 就是说到哪一个部位 然后出来 慢 就是慢慢的做 因为慢 才能够专一 你太快了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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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放点光光 没有那么快 不要那么快 就是慢慢的 一步一步 我用为止好了 走给你看 吸进气 Rotitta 失敌 宝佛 这样子就做了六节 我示范就已经这样子就做了六节 这样子的湿度差不多了 这样子的湿度差不多 不用太快 一般来讲到时候你已经做熟了 你可以避住左鼻孔右鼻孔 自然避住就可以这样子 不用手指头就这样子 就可以很自然 不必用手指头来塞鼻孔 因为你左鼻孔你可以控制右鼻孔 不要呼吸 你用右鼻孔的时候可以控制左鼻孔 不要呼吸 两鼻孔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控制 然后两个鼻孔一起出去 这样做九节 你就能够主要是精神统一 你做那么快干什么 做那么快观想你的太快 不用做那么快 做太快会不会影响其慢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因为你做太快了 有时候会伤到 有时候会伤到 要叫你 主要的口诀是 吸 仔细的观想气到哪里 慢 就是吸气突气都很慢 还有住气也很慢 九节活风没有住气 九节活风没有住气 就是进气出来都是慢 然后长 你吸进来的气 你用手指头凉 一次吸多少气进来 比较长一点 不要像一般人呼吸 直到喉咙 你这个气啊 长 长差不多一尺长吧 差不多一尺长 一尺长 一次长的吸进来 然后在里面出去也是一次长 出来一次长 这样子 都是平均的 平均那个气的长度是一样 当然越长越好 就是长 这样 吸 慢 长 是口诀 所以呼吸的快 不好 你精神不能统一 而且呢 吸的太快 你就变成 会影响经脉 怀热跟气暖 都影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